3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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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戶 4合戶 大家好我是Sanko 今天我要去吃螃蟹 晚上的螃蟹不准吃 但是我找到一間中午可以預約的 走就離這個附近車站 走路不要兩分鐘就把地去吃吧 期待耶 我要吃的店呢 就是從這個福井車站西口出來左轉 我們這邊 那一間叫做拉丁的店 走 我們去吃飯 預先看你 這一間拉丁 可是因為當時是懷石料理 好像很注重隱私 所以我不確定能不能 就是拍到以後長什麼樣子給大家看 如果拍不到裡面的話 真的就是I'm sorry了 好讓我坐吧台 再來一個這樣的 好看 謝謝 好舒服 洗澡 不是海 negatives 超級 Parlament 大方切 它就可以吃酒 很快 好 最后它都好吃 和魚在粒腐蟲 你先放在那裡,放在那裡,放在那裡,然後放在那裡 他說這個裡頭是...我剛剛看那裡頭是兩隻糖式的料理 各位,这间可以来超好吃 可以来超好吃 但是一定要记得要预约 我进去不到一下子就全满了 还好我昨天有预约 可以吃非常非常好吃 然后呢,我现在呢 要打算去恐龙博物馆 都来辅警了,怎么能够不去看恐龙 你说是不 走,我们去搭车 大家要记得,如果你是要到恐龙博物馆的话 不是做JR,你要来这边 Eggisentesto 再来这边坐电车 然后我刚刚在那个票口那边 然后买了这张 就是它是恐龙博物馆 然后加上铁道跟巴士的一日放体券 所以你只要有这张就可以直接来回恐龙博物馆 要去恐龙博物馆,要先坐电车到圣山站之后再转巴士 OK 一出来车站就雪下超多的 而且它这个脚印全都是恐龙博物馆 所以我们要去恐龙博物馆 现在我们要转巴士才能去恐龙博物馆 所以总共时间可能要花个一个小时又15分左右 大家就行程自己斟酌一下啰 谢谢 一出车站就有恐龙 恐龙 恐龙 小巴士 小巴士 我现在搭巴士到恐龙博物馆了 你看 有恐龙 耶 我其实应该是蛮喜欢恐龙 因为我觉得好兴奋喔 恐龙博物馆 好可怕 恐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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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 好现在那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进场全部都要先预约 还有各种语言的导览 那我們就拿一個中文的 然後我還要拿一本就是日文的 哇!他直接先下去 哇!直接進到弟弟的感覺 看恐龍化石就是要 進弟弟看 好心煩喔! 哇!這個隧道感 真的有這麼弟弟的感覺 展示一些地層 畫石嗎? 哇!這是什麼? 雷龍的畫石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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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UNIBA還真 環球運程還真 他的手好小好可愛喔 我可以在這邊看一整天 暴龍暴龍暴龍的畫室 哇 浮井的這間狂龍博物館 其實它是世界三大狂龍博物館之一 另外兩間分別是加拿大皇家 蒂樂爾博物館 跟中國四川的自貢博物館 這邊有暴龍的真正的食品 化石的真的化石耶 已經無人次了 這個是那個真正的化石 它旁邊有一個就是複製品 還原成立體的樣子的化石長這樣 我覺得好感動喔 就是恐龍真的存在在地球上 看到這些化石就真的能夠 就是親身體驗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有實感 好有感覺喔 恐龍真的存在過耶 我現在真的覺得內心好澎湃喔 就是想想看地球 就是這樣好幾億年前 恐龍的真的存在過 然後經由現在科技發達 把地層這樣子挖著之後 發現恐龍的話 所以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存在 就是地球這樣子的 進化演變 然後才有現在這樣子文明的世界 很讚耶 耶 跟大家說 浮井縣恐龍博物館一定要來 我之前就知道它是三大恐龍博物館 其實一定很厲害 但實際來之後真的太震撼了 一定要來換一換 很讚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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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在浮井縣發現的恐龍們 這應該就是真的了吧 它隔著玻璃應該就是不讓你去摸 哇 哇 我是在浮井縣發現了完整的恐龍化石們 在那邊 發現恐龍化石的地層 它發現實在是百雅紀前期 大約一億兩千萬年前 哇 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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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化石的清理室 真的工作人員在清蒸的化石耶 好鮮系的工作喔 他真的在找 生活 darkshel こんな有免化石 好鮮系的工作喔 好 Cuasi 就像這樣子的放大鏡 然後去看裡頭 真的感謝工作人員這麼的辛苦的親話 讓我們看到這麼完整又漂亮的畫室 三樓這邊還有一間餐廳 就是賣一些漢堡啊 蛋包飯 這個小朋友應該會很開心的餐點 他就是聖代上面有放了恐龍造型的餅乾 這邊有商店 我們來看一下賣什麼吧 謝謝啊 啊 恐龍模型 這邊還有一些雞皮膜 現在回到浮井站 這邊去買明鏟然後就回大阪咯 買明鏟從這個JR浮井站出口出來之後 往左手边这边有一个PRISM FUQUI 我们就看一头有卖什么好了 有还蛮多卖名产感觉的 怎么办要买什么 这个鱼饿丛饼就是福井县他们的名产 这个鱼饿丛鲅 他们说一定要必买的 鱼饿丛饼长这样 就是伯伯的麻糬吧 因为这个是法想的店 还有这样的丹麦 还有鱼饿丛饼有在里头的铜锣烧 刚刚没麻糬的店的妈妈跟我推荐说 那个鲸鱼的Sushi店 她说在这边有一家很好吃 她很推荐 她说是这间 因为前田车屋他很推荐 鲸鱼寿司 啊这个吧 这一定要买 你们看一下有什么 有直接那个螃蟹 啊那是前螃蟹 而且是有黄标的 这就是这个鱼饭 这个鱼饭 一同一样的鱼饭 这个鱼饭丹人 这个鱼饭丹人 对 目前怎么都这么热气呢 好